前有奥迪Quattro雪地拉半挂 后有老款沃尔沃XC90雪地牵引半挂车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由于雪地附着力低的原因 原本强劲有力的卡车头也使不上进 而这款XC90搭载的是2.5排量的直列五缸涡轮增压发动机 是一个全14区驱动类型 辅助牵引半挂还是能够帮得上忙的 而沃尔沃钟爱将发动机横置在机舱内部 而横置的目的就是为了在车祸时 能够让发动机有较大的缓冲空间 当年也是结合气候问题跟沃尔沃的安全 这款车在北美的销量极好